美華銀行工會日前在聖蓋博士舉行年度價值日慶典 洛杉磯近30間銀行代表與會員共享成舉 當日邀請到加州DFPI區域副主管Sukiluk女士分享不良資產處置的方向 以及洛杉磯縣政府官員Kathleen Barger女士針對經濟發展的見解 當日包括美國、中國信託等銀行代表出席 我們的Mission是說我們希望是一個平台 這個平台是作為我們Member Bank的一個交流的地方 因為美華銀行的Member大約都是華資銀行 所以我們希望有這樣一個平台可以讓我們交換一些idea的場所 同時我們也扮演了一個Channel 希望說我們能夠跟Banking的Regulator之間有一個很好的互動 所以如果說有些新的或者是一些Revise的一些Regulation 我們可以第一時間通知我們的這些Member 所以他們也可以make sure說他們會跟其他Banking的Regulation 所以這個是美華銀行的一個存在的一個主要的意義 Federal Reserve在過去這一陣子有very aggressive的一個rate hike 主要是要去對抗這個過熱的經濟造成的inflation 那也是因為這種aggressive的rate hike 就是對我們的一些business owner或者是一些investors造成很大的一個impact 所以我們也是在尋思說在這樣的環境之下的話 我們要如何去面對這樣的一個挑戰 然後如何繼續去support我們的一些customer 然後去提供他們一些financial service 美華銀行工會2023年舉辦了幾場的金融講座 內容包括智慧型金融理財、商業地產走向 以及如何分散存款以符合FDIC存款保障條例等的熱門話題 每次的講座都吸引到8位的聽說者參與 美華銀行工會自成立以來自力於爭取華資銀行在主流社會的關係和地位 並秉持著聯合幾百億美元資產的能力和聲音 為美國的經濟發展提供諸多貢獻 天下惠視採訪報導